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这个阳台上基本上都光秃秃的了 现在都没有什么菜可以吃了 最近老是下意 之前在这里种的香菜都快泡烂了 昨天拔了又给它种上一点 这个种子经过碾压了一下 然后用水浸泡了一个晚上 这样处理一下 这个香菜基本上五天左右就可以出苗 这个种子可以跟沙或者泥土一起拌着播种 这样子的话播得更均匀一些 种子撒好之后再撒上炒木灰 我种菜炒木灰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炒木灰可以输送土质预防种害 它也是钾肥 下过椅之后这个土特别湿 没办法在上面盖土 用这个铲子稍微铲一下 这个鱼还得下一个星期左右 等不到天晴来种菜了 现在想种一点生长比较快的青菜 这个鸡蛋壳是我鸡长下来的 今天给西红柿撕一下肥 据说这个鸡蛋壳可以补盖 西红柿如果缺盖的话 就会得那个吉腐力 我去年夏天种的西红柿就得了那个病 去年冬天种的西红柿我就放了鸡蛋壳 然后就没有得那个病了 不知道是不是鸡蛋壳的作用 一般是非前最好给它送松土 送好土之后我又给它上下炒木灰 我看有些种西红柿种的特别好的 就是苗这么大的时候上一些炒木灰 不管有没有用先跟着做 一次做好了下次就有经验了 现在给它撒上鸡蛋壳 边上的空心菜长得好慢哦 去年5月份种的空心菜20天就可以吃了 这个空心菜十多天了还这么小一颗 最后给它培上一点土 让它的根系发达一些 根系发达西红柿才长得好 现在吃后它都是很精心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上西红柿 又来摘四季豆了 前天刚摘过一次 阳台上现在就是四季豆和酒菜能吃 没有其他什么菜可以吃的了 就需要先继续吃的 一年忍得到 就不决定了 整个人觉得咕嚎 你觉得咕嚷 匙发达西红柿 韵就没有 林刘 人两个人 但是 不决定了 得到 努力 可能 发达西红柿 适应 这一边这点芹菜说是柳子做种子的 现在又看不顺眼想拔了它了 再一点紫苏来煮一次 这个紫苏煮鱼煎黄瓜都特别好吃 味道很特别 紫苏苗我从网上买了一棵回来 然后第一年种了之后 每年都不需要再种 到了第二年它掉下的种子自己就长出来了 这一棵长在五花果下面还是拔了它 桂花树下面也长出了一些紫苏的苗